哈喽大家好,我是饕铁 你炸的薯条呢,为什么不酥脆好吃呢? 那今天,饕铁就教您一招 多加这一步呢,金黄酥脆比快餐店呢都要好吃 首先取个大土豆,用刮皮刀刮去外皮 咱们炸的时候呢,可以一次多炸一点 吃不完的用保鲜袋密封保存起来就可以了 再用刀顺畅切成半厘米厚的土豆片 最后再用刀切成粗细菌的土豆条 切好后收进准备好的筐盘子里 倒入适量的清水,将土豆条里的淀粉呢,清洗干净 咱们一定要多清洗两片 把土豆条的淀粉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控水捞出 倒进开水锅里煮两分钟 用刀里将漏在外面的土豆条压进水里 时间到了,将煮好的土豆条呢,控水捞出 倒进装有凉水的盆子里过凉 过凉的土豆条控水捞出 咱们一定要把水分给控干了 收进准备好的空盆子里 加入一勺白砂糖 咱们像这样颠簸盆子,将土豆条给搅拌均匀 加入两勺玉米淀粉 继续地颠簸盆子,让土豆条均匀地裹上一层干淀粉 咱们在加淀粉的时候呢,要多次少量的去加 第一次加干淀粉,是为了将土豆条表面的水分给吸干了 再来一勺玉米淀粉,然后颠簸均匀 像这样均匀地裹上一层玉米淀粉就可以了 起锅烧油,等油温五成热时,下入土豆条 下土豆条的时候呢,不要一下子都倒进去了 要一点一点往里倒,防止粘连 整个过程呢,要用筷子不停地搅动,让其瘦肉均匀 等炸到表面金黄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控油烙出了 将油温烧上去后,倒入薯条呢,不炸30秒 这个时候咱们要开大火炸 时间到了,控油烙出 咱们的薯条呢,已经炸得是非常的酥脆了 倒进准备好的空盘子里,就可以开吃了 不管是蘸入番茄沙丝,还是烧烤料,都是非常不错 特别好吃 喜欢的小伙伴,赶紧尝试吧 我们下期再见